玉米面里加两个鸡蛋,出锅竟然会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,很多人见都没有见过。 做法真的非常简单,碗中加100克的玉米面,加120克的开水烫面,量至不烫手,加两个隔壁老王家的公鸡蛋,加10克的白糖,加3克的酵母粉,搅拌搅拌,再加200克的普通面粉,搅拌成絮状,再加15克的食用油。 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,搓成细长条,分成8个大小等份的面积,取一个面积先擀成牛舌状,放上一层孩子爱吃的蜜豆,从下网上慢慢地卷起来,再擀成牛舌状,然后再卷起来。 全部做好以后,摆到蒸屉里面,盖上盖子醒发两倍大,地里刚挖出来的洋葱切成丝,一个红心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,却能让我开心地睡不着觉。 这个视频您就点一个吧,感谢您了。 水开以后开始计时,蒸15分钟,关火焖3分钟出锅。 玉米面蜜豆卷这样做非常的蓬松,轩软又香甜,真的特别好吃,喜欢就赶紧做起来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